錄一下 我切一下畫面 等一下我們第三節課再來講期末考,還有期中考作業的部分 剛剛看了一半,我們繼續把它看完 那像我們可能一般開發者就說我做一個策略遊戲,我加個劇情進去 可能就是我在菜單裡面多幾個萌妹子 然後在裡面圖鑑裡我多放幾張好看的妹妹 然後我就叫什麼,我就這樣子了 NO!真實的情況是他所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會發現你在玩這款遊戲的過程當中 你派遣一個角色到一個地形中,比如說我派到山裡面也好 或者任何一個門口也好,就是任何一個觸發點 它都會有觸發的劇情在裡面 就是說你做的每一個策略不是說沒有意義的 你做的每一個策略都影響到劇情的發展 你做的每一個策略,即使它是一個很小的關卡,很小的一個動作 它都可以加深你對這個遊戲劇情的理解 它會彈出來告訴你說這個地方怎麼怎麼樣 它會告訴你一些你想知道 然後因為你這些角色而造成的劇情 Fair Emblem這款遊戲在日本本土也有重大的意義 它影響到經濟,政治科學,生物學 這些都是我從課上抄下來的 所以就說你不要說自己說這個東西 它有沒有那麼厲害,你自己去查 你不相信我的話,你就自己去查好不好 緊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九個 就是Magic The Gathering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客製化卡牌遊戲的先鋒 那Magic是一個很早期的就是我可以去商店裡面買卡牌 然後我組合我的卡牌 然後我再用這些策略去戰勝對手 好,那麼這個遊戲它更大的一個意義就是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Pay to win的一個鼻祖 什麼是Pay to win,如果說不了解的人我再多加解釋一下 就比如說像皇室戰爭這樣的遊戲就所謂的Pay to win 你可以去花錢,花錢以後你就可以獲勝,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說你公平競爭假如說我一款遊戲我只賣皮膚 這款皮膚它不會影響到我的任何操作 不會影響到我玩家的水平 這就是所謂的一個公平競爭遊戲 但如果說我購買了你遊戲中的一個物件會增加我的勝率 就是一個Pay to win遊戲 很多玩家非常討厭這種遊戲 說啊,我這個遊戲我就是來考驗我的技術的 你這個你就比錢,那你這有什麼意義嗎? 你這不是很無聊的遊戲 但是很遺憾,現在很多遊戲都是這樣的 World Strike啊,Superball上都會出現廣告非常有名的 然後還有很多什麼渣渣灰啊,什麼的這些東西 你聽到這些名字你就大概能了解到 OK,我知道它是什麼性質的 好,那我們倒數第二款也是第九款推薦的遊戲呢 叫做Dunggans and Dragons 這款遊戲我相信很多人即使是沒有聽過 不是,我的意思是沒有玩過 他也一定是聽過這款遊戲 為什麼這款遊戲不論是在美距離還是 說美國的話,現在到現在可能很多大家所熟悉的跑團之類的 源自於這裡,它不僅是形式上比較特殊 它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點 第一個就是玩家可參與式的關卡設計 很多人就是遊戲嘎嘎者,他是這樣子 作為關卡玩家去玩,像猴子一樣溜來溜去 然後最後,怎樣,我不管 反正你玩完我遊戲,你就是走完我的關卡行程 但這款遊戲不一樣 你作為玩家,你口頭所說的東西都可以成為遊戲設計的一部分 你是玩家,你也是遊戲設計者 就是這個概念 這個遊戲只是給你一個框架 其他的你自由去發揮,自由去想像 這是為數不多的引入這種 就是說玩家同時也是設計者 這個概念的遊戲 好了,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個名額 最後一個名額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頒發給 The Legend of Zelda 這款遊戲,OMG 呃,我之前有說過是吧 我說Fire Emblem是我 說最 如果一定要挑這個 我一定會挑這個 呃,Fire Emblem 但是 如果Fire Emblem不在列表上的話 不好意思啊,Fire Emblem 我有點背叛他 我一定會選Legend of Zelda 這個真的不是說我偏心 這個呢,就是說 呃,我就 怎樣去形容呢? 很簡單的一句話 非常精緻 大家聽了就好 就是 The Gold Standard 什麼意思? 黃金標準 任何一款遊戲 不管你做什麼東西 只要和遊戲相關 甚至你可能和遊戲都沒有關係 你可能想寫一本書 做一個電影 我不管你做什麼 你 這個回到 麻煩你回到 Zelda過來 你見到這款遊戲 你去看看這個裡面 他所給你的啟發 可不只是參考那麼簡單 你不是說你就可以 抄一抄這個東西 啊,我就有個好遊戲了 它是一種 就是 這個東西真的言語難以形容 就是我跟大家說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 就是不會哭的人 為什麼? 因為不是我不想哭 是有的時候我眼睛太乾了 我哭不出來 真的 但是我玩Zelda的時候 我當時買了Switch嘛 我玩那個荒野之西 荒野之西沒有關係啊 新遊戲不代表它 它就 它就不好啊 我玩那個Breath of the Wild 然後我真的 最後我 我哭出來 哭出來到什麼地步 就是說 那個 就是我眼睛 我真的很 眼睛很乾的人 我一般都每天都要低眼要水的 但是那天我真的眼睛 濕潤的不得了 不停的在哭 真的 最後完結的時候 它有一個就是 影片 它會跟你說 製作人是誰是誰 然後它會給你看些 相片 這些相片 然後勾起了 就是我在遊戲裡面 200多個小時 那些回憶 所積攒的所有的感情 都在那一瞬間釋放 所以說 你要做一款影響深遠的遊戲 你要想 研究遊戲 為什麼對人能有 感情上那麼激烈的影響 那你必須 必須要去玩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對類似的視頻感興趣 請記得親機訂閱 關注 謝謝你的收看 那 好那我們來看一本書的缺帖 新書快報 這本書之遊戲設計的影響 累了 但是我還是不想睡 我們來玩手遊電競吧 其實啊 從古早的竹蜻蜓這種遊戲 到後來有紙牌 旗子 桌遊 甚至到電玩 這些遊戲呢 都有一套魅力公式哦 為您介紹遊戲設計的藝術 請到了說書人呂維正 維正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這本書叫做設計遊戲啊 那會不會像教科書一樣很硬 那會不會像教科書一樣很硬 裡面有沒有什麼梗啊 像是什麼雪莉 你剛攻擊我的稱張這樣的東西啊 其實它的確是教科書啦 不過有些觀察的角度很有趣 像這個遊戲的分類啊 跟我們一般的想的不一樣 它是用這種你玩的場地來分的 比方說 他說有一種類型遊戲叫做壁爐型遊戲 壁爐就是我們常看這些歐美國家房間的客廳啊 就是有一個燒柴火取暖這樣的一個叫壁爐 也是這個常說聖誕老人會從這裡進來的地方啊 那為什麼用這樣的分類呢 古時候大家都是吃完飯 就圍著壁爐取暖聊天看書等等 那後來有了電視 剛好呢 電視就取代這個壁爐的位置 大家還是圍在那看電視 那現在呢 像一些這種遊樂器的遊戲啊 或者是我們常看到那些體感遊戲 大家還是一樣圍在電視前面 所以它對這類遊戲啊 它就取名叫做壁爐型遊戲 那相對來講 還有一種叫做工作台型遊戲 像我們一般這個電腦桌機啊 都很大嘛 你不太可能帶著它到處跑 所以如果我們在電腦上玩遊戲啊 你往往就是坐在書桌前 一動也不動可能好幾個小時 所以它分類叫書桌型遊戲 相對來講 現在非常流行一些手機啊 平板啊 它叫做閱讀型遊戲 為什麼呢 就跟看書一樣 你可以隨時帶著行動裝置 到處跑 哪裡都可以玩 所以它稱為閱讀型遊戲 可以跟我媽說 媽我是在玩閱讀型的遊戲 其實根本就在手機上玩 明星三缺一啊 那還有哪些遊戲 是讓圍正當年也是無法自拔的嗎 講到什麼遊戲 會讓我沉迷的話 我會想到是刺客教條第二代 那怎麼來分析這個原因呢 作者從四個角度來看 第一就是這個遊戲的美學 就是這個視覺效果 那另外一個是遊戲怎麼個玩法 那第三是遊戲的故事說了什麼 那第四就是說 當代的這個電腦或者遊樂器的科技 怎麼樣去表現剛剛講到這些事情 以刺客教條來舉例的話 我當初最開始被這個遊戲吸引到 就是因為它那個畫面實在畫得太漂亮 因為這個遊戲的背景是文藝復興時期的 意大利的佛羅倫斯 不管是街上人物的穿著 或者是聖母百花大教堂 是當地一個非常有名的街景 那個在遊戲裡面真的是非常真實 而且會有種很感動的感覺 那後來呢 我又因為這個故事深深的受到吸引 主角是在講一個富二代年輕人 原本每天想的只有把妹這樣子 結果有一天家裡所有的男人 都被他們家的政敵 因為栽贓誣陷給抓走 後來還全部處死 他就瞬間從一個無憂無慮的青年 變成要復仇 甚至還牽扯到當時的天主教教宗 形成一個非常龐大的陰謀 這故事就非常的精彩 所以說這個遊戲裡面有很多種要素 都可能會吸引到 讓我們任何一個玩家會因為某個因素 就會沉迷到裡面去 所以遊戲設計的好 搞不好就可以賺大錢了 這本書書名叫做 《遊戲設計的藝術》 架構世界 開發界面 創造體驗 聚焦遊戲設計和製作的手法與原理 其實有點像教科書了 但是這個作者 我覺得他本身就很有趣 他是個教授 但這個教授的名稱很奇怪 卡內基美隆大學娛樂科技中心的教授 他有什麼特殊的創建或是經歷呢 其實這個人的經歷還算蠻有趣的 他在很年輕的時候 曾經做過雜耍藝人 就是那種拋街球遊戲的雜耍藝人 那個時候雜耍藝人 大家都會互相偷學嘛 但是有個人告訴他說 你如果跟其他雜耍藝人學的話 你學出來的東西沒有特色 我都是跟芭蕾舞者 或者跟壺上面那個天鵝飛翔的姿勢去學 所以他的雜耍就很不一樣 後來他也幫美國迪士尼樂園 做地亞的虛擬實驚的遊戲 比方說像做這個海盜遊戲 那時候他們就很傷腦筋說 怎麼樣做是最好玩的 後來他發覺一件事 其實遊客只是想要體驗一種做海盜的感覺就好 所以事情都點到為止 不要做得太誇張 這樣大家才不會覺得久了無聊 其實我覺得遊戲絕對不能太難 太難了一定會失敗 有一個失敗就是你剛講的刺客教條 它改編電影超級失敗的 其實以遊戲業界來講 做得很好 但是賣的不好的遊戲真的很多 那好比說我們現在可能會常常聽到 一款很有名的線上遊戲叫做魔獸世界 它的前身叫做魔獸爭霸 其實這個遊戲也不是自己創建出來的 它就學得很好 可是還有很多其他遊戲也是學一樣的玩法 可是玩家們可能都是玩一玩就算了 不像這個魔獸系列可以這麼久 我想這個就可以引用剛剛作者提到 就是你要學不要只學同業 你還是要向外面去學一些不同的創意 才可以讓人們真正有興趣玩下去 剛剛維正講到遊戲設計的藝術裡頭失敗的例子 我想一定有很多很多其他成功的例子吧 有沒有什麼公式啊 這個公式其實跟一般我們說故事給人家聽是一樣的 作者講到一點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他說其實這個做遊戲跟這個說故事都有一個很重的點 就是你在說故事或做遊戲的時候 你要一直讓聽故事的人或者是玩遊戲的人 心裡面會想到說接下來會怎麼樣 如果是我是這個主人物的話我會怎麼樣 就是說要不斷的引起他的興趣 讓他會開始自己去思考說我該怎麼做 我接下來會怎麼做 我們以寶可夢這個遊戲為例 他就是會讓這個玩家 我今天收集了這個皮卡丘之後 我就會想去收集他的前一代的皮丘 或者是他的後一代的雷丘 就是如果能夠讓這些玩家 不斷的有這些想法產生的話 那這個遊戲就是成功的 原來是這樣 遊戲設計的藝術不只抄襲要抄得好 還要有創意 要讓這些玩的人被勾住 那其實講到遊戲我覺得也有很多代勾 像我現在看到很多YouTube上面 那個花大錢做到的廣告 說什麼官員我要或者是後宮鬥爭 這些是現代遊戲的主流嗎 那我覺得小朋友絕對不會回去玩 我那時候的什麼真三國無雙 那明明都是遊戲 那親子之間的衝突是怎麼出現的 一款遊戲 不可能讓所有的年齡層 或者是不同性別的人 全部都會喜歡的 作者就舉這樣一個例子 他說 當年迪士尼樂園這個創辦人 華德迪士尼 他在巡視的過程中 常常會有個特殊的動作 就是在一個地方看一看 然後又蹲下來看一看 那現場的人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蹲下來看一看呢 華德迪士尼就回答說 我是想要了解小朋友的視野 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會來這個樂園玩的 有很多是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的視角 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覺得有趣的話 那這個樂園就是成功的 不但要顧小孩子 我覺得也要顧大人吧 不然家庭怎麼一起出去呢 在這本遊戲設計的藝術裡頭 也有講到說 其實有些遊戲 他一開始就把所有的族群 全部都放進了玩的考量裡頭 這個呢同樣也可以從一款 迪士尼的海盜體驗的 虛擬實境遊戲來說 這個遊戲其實是 以一個家庭為單位來玩 有些人可能要在這個船的前面 負責涉及其他的敵對海盜 可是呢 後面還需要有一個人負責掌 然後作者就發現 這個遊戲推出之後 一個家庭往往會自動分工 比方說男性 或是比較偏年輕一點的家庭成員 就會跑去前面負責打其他的海盜 然後家庭的媽媽這個角色 就會跑到後面剁手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女性通常不太喜歡打怪 射擊 搶分數這些東西 他比較偏向說保護照顧這樣的概念 那在這艘船上面 舵手這個角色他很重要 他要顧到所有的人 他還要控制船的方向速度等等 以免撞船或是跟人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的角色就很接近 剛剛提到這種保護照顧的角色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遊戲真的是不同性別的人玩 也會有不同的想法 有這麼多的遊戲都好想要用這本 遊戲設計的藝術來分析 例如說我自己經歷過什麼 GTA 俠盜列車的手 或者是國產的返向還願 以及歷久不衰的馬利歐兄弟 不過大家還是自己看書吧 搞不好用這些觀念去設計遊戲 你可以賺大錢喔 非常謝謝呂維正為我們介紹這本書 遊戲設計的藝術 謝謝您 謝謝大家 新書快放在這裡喔 包括了臉書 YouTube Spotify Podcast 都歡迎您去下 那這個說書人所介紹的書 他都會把經要講出來 也就是說 假如你要看一本書 這本書很厚 你可能去YouTube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那個說書人在講這本書的概要 講一講你大概就不用看了 就知道那本書在講什麼 那當然如果是很重要的話 你還是要從頭看到尾 還蠻輕的耶 好 我發現 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愛愛愛你的白石毛 相信大多數玩家在玩遊戲的時候 都深刻體會過兩種感覺 一種是打開遊戲不知道該做什麼好 沒什麼能提起興趣的點 覺得遊戲很無聊 一種呢是遊戲難度過高 瘋狂失敗 甚至開始懷疑人生 最終被勸退 而那些真正能夠抓住我們內心的遊戲 我們覺得好玩的遊戲 都是會在玩的過程中全神貫注的 忘記時間的 不知不覺一天就過去了的 在遊戲設計行業裡 有一個名詞專門用來表述這些狀態和現象 叫做Flow 翻譯成中文呢就是心流 心流其實不是遊戲行業的專有名詞 它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 由匈牙利以美籍心理學家 米哈里希克森首度提示 是一種將個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種活動上的感覺 比如有時候我們會打遊戲打得忘記時間 一個回合過去天就亮了 有時候我們沉迷學習無法自拔 不知不覺就放學了 然後覺得一天很充實 這些都是典型的心流狀態 當然處於心流狀態中時 會覺得時間飛速流失 不容易察覺外界的刺激 比如忘記飢餓 聽不到手機震動 並且在事情完成後 會感受到愉悅和快樂 心流是個廣泛適用的心理學理論 感覺小夥伴可以去詳細研究一下 我這邊是講一下它的遊戲設計中的運用 我們常說遊戲最重要的就是好玩 那麼什麼才叫做好玩呢 除了各種好玩的學術定義之外 我們現在就可以再來一個標準 那就是能夠讓玩家進入心流狀態就是好玩 那麼現在我們就到了問題的最關鍵部分 如何讓玩家進入心流狀態 米哈里希克森在1997年提出了一個模型 主要的核心點在於這張圖表的X軸和Y軸 Skill and Challenge Skill就是說你當前所掌握的能力 Challenge就是說你面對的需要解決的問題 當你的能力剛剛好和問題的難度差不多時 你就能進入心流狀態 想想我們當年做數學題時 如果數學題太簡單 我們會覺得弱爆了 如果數學題太難 我們根本就不想做 只有數學題難度剛剛好 經過一番思索和嘗試 最終解除答案 然後翻開參考書最後一頁 和標準答案一比較 一瞬間心裡就會超級爽 想著我怎麼這麼牛逼啊 意猶未盡 然後又開始做下一題 遊戲行業對於米哈里的心流模型 做了簡化和改進 最後出來的模型就是這張圖 這也基本是學習遊戲設計 必須掌握的最基礎的理論之一 XY軸還是Scale和Challenge 中間的一塊就是心流通道 這裡的Scale就是玩家在遊戲過程中 學習到的技巧 學會的新技能 新機制、新裝備等等 而Challenge就是關卡的難度 當玩家自身能力過強 超過關卡難度限制了 就會覺得遊戲太簡單無聊 當玩家自身能力過弱 無法通過關卡 就會覺得遊戲太難勸退 所以遊戲設計是需要做的 就是做好一個平衡 讓關卡難度和玩家當時的水平相匹配 甚至稍微高一點 這樣就可以讓玩家進入心流狀態 在遊戲開局 玩家一無所知 也沒有裝備加成 出現加成之類的 所以相應的 敵人也會很弱 而隨著玩家強度提高 技巧上升 敵人的強度也要相應的提高 始終維持一致 來達到一個動態平衡 就比如塞爾達荒野之系 有一個隱藏的敵人進化系統 隨著你殺死的敵人越多 新出生的敵人就會越來越強 數值越來越高 甚至還會有白銀怪、黃金怪出現 越喜歡殺戮的玩家 就給他更高級的敵人去殺 越不喜歡殺戮的玩家 就一直保留簡單的小怪 來達到一個動態難度平衡 但Skill Challenge始終一致 真的就是好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業界更傾向於的是 螺旋式上升曲線 即關卡難度不一定要 一直保持在玩家的水平線上 可以忽高忽低成波動狀 但無論上浮還是下沉 都要保持在心流通道內 為什麼要這麼設計呢? 因為玩家如果一直都在 和自己水平一致甚至稍高的敵人 精神一直緊繃難以放鬆 會形成另一個勸退點 而成現波動狀之後 每當玩家經歷一番苦戰成功之後 曲線下沉 給玩家一個輕鬆的關卡來進行放鬆 平復心情來為下一場苦戰做準備 另外呢當玩家變強之後 也需要一個輕鬆簡單的關卡來告訴玩家 你真的很強 小怪一刀一個 割草的感覺真的很爽 像黑魂3 連每一次BOSS戰 都是一次難度超越當前水平的戰鬥 所以玩家基本肯定會死幾次 這就是心流曲線的上升點 而在BOSS戰之後 要么直接是勾火回營地 要么是幾個不痛不癢的小怪 就是給玩家一個放鬆的階段 當然黑魂3裡的小怪 也有不少是初劍殺的 這在細分的話呢 就是另一條波動的 只屬於小怪部分的心流曲線了 玩家在遊戲過程中的成長 不只是包括血量 攻擊力 體力的增加 還包括自己技術力的提升 更能判斷翻滾躲避的時機 更了解BOSS的攻擊模式 這種隱性的成長 也是設計師需要考慮進去的 在黑魂前期階段 玩家更需要依賴於自身技術水平的提升 反應能力的提升 而不是裝備和素質 這就會導致一個問題啊 自身技術水平不夠的玩家 也就是首餐玩家 不論怎麼樣 都是無法通關的 他們真的就是不擅長動作遊戲 而反觀手游行業 則更多的是依賴素質而非技術 這樣的好處就是 不論什麼玩家 只要素質堆的足夠高 都可以通關 所以適應的人群更加廣泛 市場也更加大 也更加賺錢 至於素質和技術 孰高孰低 黑魂和手游的設計理念 有數高數低 這個就見仁見智了 沒有什麼絕對正確的答案 在玩家遊玩遊戲的過程中 有兩個主體啊 一個是玩家 一個是遊戲 像塞爾達的動態難度調整 像黑魂的BOSS戰難度提升 都屬於遊戲自我調整難度的範疇 目前大多數遊戲的難度調整 心流控制 都是在遊戲本身實現的 遊戲會預設玩家的成長路徑 然後根據這個假設的成長路徑 一步一步的安排好 每一個階段的怪物強度 然後玩家去玩的時候 真的就按照這個成長路徑 一步步成長 然後打相應的怪物 一切都合理且完美 但現實不會這麼完美啊 設計師有位玩家 會在第一張圖刷十隻怪 刷到十集 然後去下一張地圖打怪 卻沒有想到 有的玩家在第一張圖 刷了一千隻怪 刷到了一百集 才去下一張圖 然後這個玩家就覺得很無聊 就退遊了 原因就在於心流和指紋一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覺得這個難度剛好合適 可能換個人就覺得這個難度太難了 或者弱爆了 所以遊戲設計師 設計遊戲的心流通道的時候 往往只能適應一部分的人群 也就是遊戲的主要購買和充值用戶 所以硬核高玩或者傻屌萌新就不考慮了 所以對於所有遊戲 總會有一部分人很喜歡 而另一部分人覺得無聊或者太難了 這是無法避免的自然規律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讓所有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合適的難度 進入心流狀態 陳星翰在他的畢業論文裡提出了一個心理論 即由玩家來做決定 來動態改變能度 而不是交由遊戲系統去改變能度 由玩家去控制自己的心流曲線往哪走 去控制心流曲線的形狀 他稱該理論為 玩家主導的動態難度挑戰 為此他設計了一個遊戲叫做Flo 翻譯成中文叫流 也是他早期的成名作之一 流是一個休閒遊戲 有點類似貪吃蛇 玩家扮演一個浮游生物 通過不斷吃東西變強 變強之後進入下一關 如果下一關太難 玩家可以直接選擇 游回上一關繼續吃東西 變得更強 然後再來打下一關 流在市場上取得了很大的反響 在2006年的時候 就已經得到了35萬下載 並受GDT邀請進行了演講 不過我個人對於流 還是持懷疑態度的 因為它是個休閒遊戲 休閒遊戲一般玩家都會很多 所以他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究竟是玩家主導的動態難度調整 這個新理論 還是因為它是個休閒遊戲 所以市場受伸很大呢 這個我無法確認 但我可以確認的是 陳辛漢的理論 還是相當有學習和應用價值的 我個人目前對於流的理解 還是有限 也建議大家直接去看一下 陳辛漢的原版論文 進行更深入的了解 另外呢 保持心流不僅僅需要 遊戲本身做好設計 外部環境影響也很重要 一般在安靜的環境中 更容易進入和保持心流 而在嘈雜的環境中的相反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玩PS 玩主機遊戲更加的容易沉浸 因為都會專門挑一個好日子 安心玩遊戲 而玩手游的時候 由於是碎片化時間 所以本身就很難進入心流 就算進入了 也很容易因為外部干擾跳出來 所以對於手游的設計 保持心流體驗其實就沒那麼重要了 重點就更傾向於 如何讓玩家經常性遊玩 而非維持住一次時間很長的心流了 這也是手游和單機的設計區別之一 總之呢 心流理論是一個非常基礎 但又非常重要的遊戲設計理論 大家感興趣的話也可以自己去搜索 查詢一些更加專業的更加深入的資料 我這裡基本也是淺嘗摺紙而已 好的本期視頻就到這裡 我是白癡王 一名整天摸魚的獨立遊戲開發者 我們下期再見 這個心流理論也是一個遊戲設計的 應該說程式設計的時候需要去考慮的 數值設計師 他在不同的時間要給不同的數值 也就是等級越高 等級越高 你面對的怪呢 有可能是比較 比較強大的 那這樣的話 打死人 就比較有請就感 然後呢 有時候呢 你也需要設計一些 小怪 讓他覺得有放鬆的時間 這個重點就是在心流裡面那個波動 波動的設計 那這個是 數值設計師他需要去考慮的 需要去考慮 那我自己都 持續在玩的一款遊戲叫神魔之塔 我發現他在 剛開始我接觸的時候 是因為同學 同學介紹 同學介紹說 老師你來跟我們玩這款遊戲 那我就去研究一下 這款遊戲怎麼玩 剛開始也不太會 因為這個轉租的 這個部分呢 其實 其實有些人就真的不會轉 不會轉 那我是去看了很多教程 怎麼轉怎麼轉 哪些要怎麼排 大概會了一些 但是也不是非常 不是非常的熟練 非常熟練 然後他需要眼睛 啊 需要眼睛看比較大的視野 才會轉得很好 啊 所以那個那個部分是靠 就是有技巧性的 那 剛開始他的 那個 數值呢大概只有 比如說打怪 這個比較厲害的 那個牛魔王他打怪 大概我印象中是20萬 40萬 就已經很厲害了 打怪 就是那個數值啊 打一次啊 他們累積的 數值六張卡打出來 大概20萬到40萬 大概沒打幾回合啊 那個怪就死掉了 然後後來呢 那越出呢 越 越 越 就是那個怪呢 越 數值越大 那你 你可能 透過牛魔王去打 打不死 然後他又出了新卡片 比牛魔王更 更 打得更厲害的 那可以打 數值更高 所以你就會去玩那個新的卡片 那新的卡片呢 可能要抽卡 然後 然後要給錢啊 或者說你沒有課金的 那你就要存 存石頭啊 去 存到一定的時間啊 你去想 想說你 你這一次要不要抽 這一次抽卡 抽卡 那個卡牌 你是不是可以運用的很好 所以他在這個遊戲的 進化過程啊 就是 時間推 推到現在 他現在 現在呢 他這個 出的 呃 出的角色啊 基本上那個隊長都可以打到 幾十億 幾百億 幾百 那相對那個二三十萬 就 瞧見到了 那個 數值差好多 那如果是 嗯 持續在玩的話 你會感覺那個 有在進化 所以他也是照著心流的那個 那個歷程在在跑的 也就是說 持續 持續沒有退坑的這些人啊 他就大概是 接受到心流這個 這個 他的設計的歷程 那有些退坑呢 可能 呃 有一些眼暈啦 也許 也許 也許覺得 這個 太困難 或者說 有些呢 是覺得太困難 轉 轉租有時候 呃 不太會轉 就會覺得很困難 然後 然後 有的很會轉呢 他也是 他也是覺得 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風卡設計師呢 他們沒有把 真正挑戰的東西呢 做出來 讓他去 去玩 所以玩一玩呢 後來也是 退坑了 所以有些 有些玩家 是屬於比較高等的 他就 就是比較厲害的 他就變成YouTuber 然後呢 就 就拍影片 做一些那個 後關的解答 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整個遊戲的生態 大概會是這樣子 就是比較 在這個遊戲裡面 比較會玩的 然後他也可能比較會解說 他就會去變成YouTuber 然後 變成YouTuber之後呢 這個 這個遊戲 在 這個他的 生活時間 就會變得 比較長一點 那其他的玩家呢 大概 就是 休閒為主 比如說 一個 一天呢 可能玩個 0.5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不一定 看他的 看他的時間 然後變成他 有些是休閒的 休閒的 那有些是很積極的玩家 他可能等級很高 那那些每次玩都會有經驗值 所以 那個經驗值累積的很快 然後他還有一個 時間呢 會推出那種快速 快速累積經驗值的關卡 特別的簡單 然後 然後 你的新手呢 沒有什麼經驗的話 可以充經驗 比如說 從200等 充到400等 大概 五六天的時間 就可以充到 充 充這個 等級都是蠻快的 那另外一款呢 寶可夢 寶可夢 也是比較知名的遊戲 那他這個 他這個遊戲呢 我 大概 最近幾天了 我有看到 報導 他 從2016年到現在 2022年 退出了 六年 六年的時間 那其實退坑的人 蠻多的喔 我們從那個景點啊 看到 很多人抓寶 到現在呢 基本上都沒人 都沒人 但是你知道 死中的人 也不少 世界 這個是世界級的遊戲吧 世界級遊戲的話 那些死中的人都會 花錢去玩 那麼他們會花很多時間 然後花錢去玩 然後有些人也成為 變成那個 教主 就是 他會 他會在臉書上 去發布 一些新的訊息 然後 跟 統好呢 說這個 這個 我們的機制 有改什麼的 然後怎麼玩 這些人呢 就會 就會有一群人 他是專門在玩這個遊戲 然後基本上 他 這個遊戲呢 只要抓住幾 抓住大概這些 核心玩家 我們所謂核心玩家 就是在那個 Flow裡面的 這一群人 他其實就可以 就可以生活很 就是可以 可以做很久 有些遊戲 甚至十幾年了 呃 我看有 有一個影片啊 他講那個 有一款遊戲 魔獸爭霸 他有十五年的時間 十五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 從開始到現在 已經十五年了 十五年的時間 他這個 這個遊戲算是 存活是非常久的 那那個 跑跑卡丁測量 我記得 也是存活蠻久 但是 他其實 不賺錢 不賺錢 那 就是後來 後來也有這個 索油版 有一陣子呢 幾乎要把那個 伺服器關掉了 有 玩家呢 變稀少 但還有人在玩 那這個也是回合制的遊戲 那這些都是比較著名的遊戲 他們的存活 基本上有 很多都還沒有 都還有伺服器在服務 所以有些遊戲呢 推出來大概半年沒有 沒有人玩的話 就收起來了 那有些人 有些遊戲呢 存活 十幾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 遊戲 這個 是不是有核心玩家很重要 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愛愛愛你的白赤毛 新手教程 Tutorial 這是每個遊戲 不可或缺的關鍵內容 如果你去學遊戲設計的話 老師一定會反覆強調 要專門花心思 去把Tutorial做好 新手教程有一個 很有意思的特質 對於一般玩家而言 我們並不會因為 一個遊戲的新手教程 做得優秀就去玩 但很有可能 因為一個遊戲的新手教程 做得太爛而被勸退 這就導致好的新手教程 基本沒啥存在感 而差的新手教程 能讓人印象深刻 如果讓我們停下來想一想 哪些遊戲的新手教程 做得很好 好在哪裡 一時半會兒呢 還挺難說出來的 而如果讓我們列舉一下 哪些遊戲的新手教程 做得很爛 爛在哪裡 我相信大部分玩家 都能很快說出來自己心中的答案 就像番劇的三奇定律 小時候的黃金三章一樣 新手教程對於玩家來說 雖然很沒有存在感 但它直接決定了一個遊戲 能否被玩家所接受 直接決定了遊戲的命運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話題 遊戲的新手教程 需要具有以下幾個特質 第一點 簡潔明了 對於遊戲新手教程而言 文字描述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大部分玩家在玩遊戲的過程中 根本懶得看大段大段的文字 就算是純文字的girl game 也會盡量避免一次呈現大量文字 而是一句一句的比較短的對話 慢慢呈現給玩家看 最簡潔的新手教學 應該是玩家根本察覺不到的 潛移默化的引導 在空洞騎士里 玩家剛進入遊戲時 會遇到一個門 你需要用普通攻擊擊破這個門 才可以繼續前進 那你擊破這個門之後 又會遇到連續的兩個門 這些門的目的呢 就是讓玩家自發的學會普通攻擊 並且保持一個連貫的 大約一秒以下的攻擊節奏 然後在第四個門的位置 設計師沒有放門 而是放著一隻小怪 玩家會因為習慣 下意識地按攻擊鍵 就會把這個小怪打死 就學會了 用普通攻擊可以打敗怪物 1 2 3 4 這種方式呢 就非常的簡潔且潛移默化 並且呢 玩家根本察覺不到 在洛克人X里 也有一個非常巧妙的射擊 他在主菜單按確認鍵的時候 主角會射出一發子彈 這會在潛意識裡告訴玩家 確認鍵對應的是射擊 玩家在潛意識裡 建立了確認鍵和射擊之間的關聯後 進入遊戲就根本不用教 立馬就自動學會了按確認鍵射擊 最新發布的Steam獨立遊戲 Timerine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簡潔教程的例子 鼠標所見移動角色 直接簡潔沒了地告訴你 沒有彈窗也沒有圖片視頻 在玩家遇到第一個解謎點的時候 也沒有彈窗告訴玩家 請點擊這個紫色的裝置 來打開這個紫色的門 因為相同的顏色 已經很明顯地提示了這個答案 玩家會很自覺地點過去 根本不用教 就非常的簡潔明了 舒服 這種潛意謀化的引導 在半條命2 澳日 傳送門等等遊戲裡都有很多 對遊戲設計感興趣的小夥伴呢 可以去研究一下這些遊戲 然後在評論區留言說一條 你發現的遊戲中的簡潔引導 看完了簡潔的引導 我們再來看看 不簡潔的引導是什麼樣 試想一下 如果空洞騎士裡 加入傳統課金手遊 那種強制性彈窗 會變成什麼樣 指揮官 您遇到了一個門 請點擊屏幕上的攻擊鍵 攻擊這個門來打破它 嗯嗯 博士 您遇到了第二個門 博士 請點擊屏幕上的攻擊鍵 攻擊這個門來打破它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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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斯塔 您遇到了第三個門 請點擊屏幕上的攻擊鍵 攻擊這個門來打破它 船長 您遇到了 在这个反例中 很明显的犯了不够简洁的错误 一方面是弹窗太多了 另一方面是信息量太密集了 不要把游戏的规则一口气全塞给玩家 玩家的大脑是无法处理这么密集的信息的 正确的方法呢 是第二点 循序渐进 这一点对于大型游戏来说非常重要 在很多系统复杂的RPG游戏里 玩法规则都不是一口气浇完的 而是要拆分成多个阶段 慢慢的浇 不要一口气吃成个胖子 饭要一口一口的胃 要留给玩家足够的消耗 这个有点像 你做了一个教学的 教学的东西 你要教这个 比如这个物件要怎么用 教学的东西的话 一般就会循序渐进的去教 而不是 每一个部分都给讯息 然后一下就去做 当然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做 做讲解 那在游戏的 这种Tutorial的影片也是一样 它需要 它需要从剪到 到凡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做 做一个 详细渐进的介绍 详细渐进的介绍 是就非常简洁 它就跟你讲说 请你在哪个地方摆头一下 然后它只要是抓你的头的方位 然后去辨识你的头的这个部分的讯息 然后它紧接着就告诉你 你要做这个 脸往左边 然后脸往右边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讯息在 在你转的位置上面 你就可以用手把去给它点一下 那手把它会有 它会有一个point 去点那个你要选的选单 你点一下 然后它就会提示你要点这个 即使它没有讲 你也知道要点它 然后点它之后呢 它就会 比如说它在做校正的这个部分呢 它就会一步一步的把它带完 带完之后你这个 你这个手把什么都大概校正完毕了 所以就可以用 大概是这样子 那它这个设计教学的话 应该是朝这个方向 一步一步的 你不要 一开始就提供太多的讯息 一次一个讯息 然后叫它做 叫它做 然后做完之后 它就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手把那个 那个按钮在做什么 那个按钮在做什么 然后移动怎么样做 会产生什么效果 这个部分呢 就是刚开始教学 如果你刚开始这个做得很烂 那使用者进去呢 会有很多挫折感 挫折感一有之后呢 它就不想再去 再进去第二次 会觉得非常麻烦 非常麻烦 然后甚至 好玩的游戏 它就玩不到了 高化时间 在战神4里 游戏开头 教玩家 摇杆移动角色和视角 在8分钟之后 才教玩家 跳跃和翻越障碍 在2分钟之后 教玩家 扔斧子和战斗 在15分钟之后 教玩家 用儿子射箭 然后在3分钟之后 开启第一个BOSS战 让玩家综合利用起来 之前学会的 所有操作来打败BOSS 这种模式呢 一般叫做IPMD 即intro Cractice Master Dual 游戏的规则 会被拆分为多个小模块 一点一点引入 第一次引入规则时 就是intro 教会玩家一个新机制 然后会留给玩家一段时间 用来练习和掌握这个新机制 重复这种循环多次 当玩家学会了多个新机制以后 就进入Dual决战阶段 来考验玩家 如何综合利用学会的多个机制 继续渐进呢 并不只是针对按A键攻击 或是按B键跳跃这种输入极致的教学 像是界面UI的引入也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按钮 一个菜单 在游戏前期没有任何作用 那么就把这个按钮隐藏掉 不要让它挡在屏幕上 信息越简洁越好 很多手游一上来 就把按钮全推到屏幕上 一开始给玩家太多的信息量了 看着就让人头大 第三点 飞强制型 我一直很讨厌强制型的交互设计 必须要点击某个按钮 才可以继续下一步 然后继续点下一个按钮 这种手把手势的教学会让人觉得很烦躁 感觉自己好像被当成了一个 啥都不懂的婴儿的教学 举个例子 就比如 如果现在我弹窗提示你 你必须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按钮 才可以继续看视频 这就很不爽了 真正的玩家早就已经长按点赞三连了 哪里还用得着我再强制性的提醒呢 我们身为硬核的观众 怎么可能连点赞三连都不懂呢 你说对不对 在这里我要点灵批评一下最终幻想 虽然我很喜欢FF7重制版 但他的新手引导做的也是真的关锁 每当我刚打两下 有了点手感 想大展伸手了 立马弹出一个新的教学来打断 这种经历呢还不止一次 而是一次接一次 真的很让人欲哭无泪 比较好的做法呢 是类似战神这种 把操作提示放在下方 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提示 不会打断玩家的操作 对于非强制性的新手教学的解决方案 我个人比较喜欢群星的模式 虽然P-S的教程一直饱受诟病 但在非强制性这一块做的还是很好的 在群星里呢玩家可以选择三种模式的新手教程 第一种我第一次玩 给我来最细致的教程 第二种呢我已经玩过了 但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懂 就来一个精简版的测编栏提示就好 第三种我已经完全了解了这款游戏 一点教程都不需要 让玩家自己来选择这三种要哪一个 这种设计呢就很舒服 最后一点代入感 我们在前三点聊到不要弹窗 不要强制潜移默化 都是为了一个游戏很核心的部分 代入感 代入感对于有剧情的游戏来说是最为核心的点 所以在设计有剧情的游戏的新手教程的时候 要注意避免新手教程与游戏剧情的隔离 比如在泰坦云落2里 刚刚进入游戏的玩家作为一个新兵 正在模拟舱里训练 训练的东西呢就是新手教程 在游戏里你作为一个新兵去练习跳跃爬墙射击 而在游戏外你作为一个玩家也在学习如何按键来跳跃爬墙射击 就实现了游戏内外的完美统一 教程就没有打断剧情 没有隔离感 像是使命召唤4像是魔兽世界的死亡骑士新手村 都是在代入感上做的很好的范例 OK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一个优秀的新手教程需要做到简洁明了 情绪渐进 非强制性和代入感 理解了这4点后 接下来我要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 可能会颠覆大家的认知 那就是以上几点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同时做到 能完全满足上书4点的新手教程 是非常吃游戏类型和玩家群体的 有一些类型的游戏就是做不到这里面的一些点 就比如拿手游来说 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强制性的手把手教学 但手游策划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是惯性思维吗 还是说他们不知道新手教程设计的原则呢 确实是有很多游戏策划缺乏设计常识 但也有很多的游戏策划 对于游戏设计的理解很深刻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很多时候并不是不想做 而是玩家就吃这一套 你可能会觉得 我是玩家 我很讨厌这种设计 我身边的游戏玩家都不喜欢 但很可惜 这种玩家才是小众群体 真正的大多数的玩家 他们根本没有玩过几款游戏 他们也不知道 WASD等于移动 空格等于跳跃 鼠标左键等于攻击 如果你不详细的手把手教给他们 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游戏规则 你的游戏很可能就是他们玩的第一款游戏 新手教程的最核心原则不是优秀 而是要教会玩家操作 无论是优雅的教会还是粗暴的教会 首先要确保的是教会 在教会之后再谈优秀与否 潜移默化石的教学听上去很完美 但它是默认了玩家有一定水平的 这在主机游戏上是可行的 但对于手机游戏 甚至是PC游戏来说 可能并不合适 对于完全没有玩过游戏的人来说 并不是个优秀的方案 这很考验设计师的设计能力 但是呢 这也并不是设计师们偷懒的借口 新手教程还是要用心的去设计 对于看到这个视频的设计师们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努力 去做到优秀的教程设计 去做出优秀的游戏体验 尽管可能有种种困难 有很多的限制 但多思考 多努力 总是会有一些突破和折衷的 不断地学习 研究 突破 这才是游戏设计的魅力所在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个长王 一名整天摸鱼的独立游戏开发者 每个月都会更新一些游戏 带过超学男孩也康学改镜片 你就回不去了 老师 我买大炮帮女朋友拍照 他会更爱我吗 一群小朋友拿着平板玩得好开心 这个两分钟看一看我就休息一下 这行业者开发的APP程式 让小孩们透过玩游戏 来学习如何写程式 运用基本的逻辑 就可以简单的写出游戏破关的指令 城市本身和逻辑思考过程 你把推演过去 就变成是跟数学是一个很极大的相关性 比方说你往前走 一样的距离 我现在转120度 正三角形 比如说这种东西 是让你可以给它一个启发的时候 他慢慢的想原来我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思考 去组合出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出来 业者和工艺平台文化基金会合作 在全台的门市举办一小时完成式活动 有老师教导帮助学生完成建入指令 机器人就会随着城市马跳舞 未来也将会开设进阶班 希望透过一系列的教育计划 让学生用iPad就能轻松学写程式 培养国际市场竞争力 我们现在也在把Apple的iTunes里面的 Everyone Can Call 也就是在Suite Playground里面的免费的一个城市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教材 我们在Hour of Code的活动之后 我们会持续地去推广 在Everyone Can Call的部分 那它的东西是由浅到深 一阶一阶都有 那我们会持续地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来推动这个事情 让更多的小孩子 小朋友们不要光是打电动玩具 而是他是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学习怎么样的去下指令 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因应全球掀起的城市设计教育浪潮 台湾预计在107年 也会将资讯科技科目列入笔修课程 且接触的年龄层逐渐向下蔓延 业者表示 面对现今的科技开发业求财弱客 就目前的社会而言学会写程式增加自己的专业能力 就不怕找不到工作 记者温君采访报导 这个应该是108年度 后来延了一年 108学年度才开始 真的课程落实到中小学的里面 所以今天今年是110英嘛 所以是三年前三年前落实 那其实在落实前就有一些偷跑 偷跑就是说 学校都有电脑课 所以就用电脑课来 来做那个城市的教学 先试验 不然这个刚推了108年 可能会衔接不上 所以有些就会先教 先教在国中或者是国小阶段 都大概用Scratch比较多 Scratch 所以堆积木的方式呢 去写程式嘛 跟这个 呃 App Eventer呢 还是很像 好 那我先 嗯